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普通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土豆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土豆给它去皮洗净 然后直接把它切成大薄片 土豆片的厚度比平常炒制的时候略微厚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一个控碗中加入适量的面粉 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面粉和玉米淀粉的比例为2比1 然后再加入一小勺的即适粉 再加入3克的泡打粉 接下来把这些粉状先搅拌均匀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添加清水来调制 在调制的过程中要一点一点的加入清水 把它活制成这种稍微粘稠顺滑的糊状 然后在里面加入10克的食用油 再次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活制到这种面糊滴落可以成形的状态 然后把切好的土豆片给它放入到面糊中 在放土豆片的时候不要让它们粘连在一起 一定要分开 把土豆片和面糊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土豆都裹上一层面糊 接下来锅中加油烧至6成热 再把土豆片逐个下入锅中进行炸制 土豆片在炸制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成熟 要仔细地观察给它来回翻面 要让它受热均匀 两面的颜色炸出来比较一致 把土豆片炸制到表皮金黄 先给它捞出来等待油温升高 然后再次倒入锅中进行复炸 复炸的过程不需要太长 要观察土豆片颜色的变化 把它炸制到明显焦黄酥脆的状态 然后就可以给它捞出控油 听到这种酥脆的声音 我们的土豆片就已经炸好了 接下来把炸好的土豆片 先装入一个大盆中 在里面先给它撒入适量的葱花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椒盐和孜然粉 如果爱吃辣椒的朋友 也可以撒上一些辣椒粉 然后再把它抖动均匀 这样一道非常焦香酥脆的土豆片 我们就做好了 它也可以搭配番茄酱来使用 土豆片用这种方法做 非常的酥脆鲜香 口味也是非常多样 这种类似于小零食的土豆片 非常的受欢迎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哟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